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呢我又買了一個SSD固態硬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前陣子買了一個固態硬碟 美光的P2 那個硬碟真的是慢到炸開來 比傳統硬碟還要再更慢 真的是有點瞎的硬碟 那我就把它退貨 那今天呢又買了另外一個硬碟 那這一個應該是 算是大牌吧 就是大家公認 應該是還不錯品質的公司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Samsung 970 EVO Plus 那雖然這個硬碟已經蠻有一陣子的 就是它是老硬碟了 因為現在已經有980 可能之後還會出個990之類的 那這個是老硬碟 但是它的速度跟它的效能 反正它的速度跟它的穩定程度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網路評價都非常非常高 反正我也不想要再繼續踩雷 所以我就直接買一個 算是一個標杆的品牌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然後來實際使用看看 到底它的速度怎麼樣 會不會又讓我失望呢 希望是不會啦 開箱我們來看看盒子裡面有什麼 哇塞這個包裝感覺我覺得 超級漂亮耶 就是一個這樣打開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970 EVO Plus 那它的特色好像就是它是單面的 就是它只有單面有東西 另外一面是完全是平的 完全沒有東西 這還蠻特別的 OK那我們盒子的盒子裡面還有一些說明書啊 保證卡跟說明書 好就這樣搞定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硬碟插到我們的電腦裡 看看到底速度怎麼樣 那我想說我們用同樣的M.2外接硬碟盒來測試 因為我們之前美光那個P.2硬碟盒 我也是用這個外接硬碟盒 Asus的Strake Arian這個硬碟盒來測試的 所以我就想說 為了公平旗艦 想要看看到底兩個速度差多少 那我們就還是把它裝到我們的硬碟盒裡面 因為我最終的使用應該還是會放在硬碟盒裡面使用當外接硬碟 而不會把它插到電腦裡面 就是當PCIe那種超快的硬碟 就外接硬碟單純就是儲存影像資料 就是像我這樣拍影片啊 然後可能要把它存到一個外接硬碟 就是暫時存放 因為檔案都非常非常大 然後如果要剪輯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個外接硬碟 就可能還要再把它傳到電腦裡面的M.2來剪輯 但是我們如果有這個外接硬碟的話 我們只要把USB插上去 就可以馬上剪輯了 應該是速度會差 就是效率啊 就是我們不用再傳來傳去檔案的部分 應該會省下不少時間 OK搞定2TB的970 EVO Plus 就給它裝到我們的硬碟盒裡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實測 看看到底速度怎麼樣呢 OK那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外接硬碟盒插到我們電腦上了 那我們今天要傳的檔案就是這一個超大的4.81GB的影像檔案 它是一個大檔就是連續寫入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檔案複製 然後貼上到 我們的硬碟還沒有整理 那我們先到我們的磁碟管理去處理一下我們硬碟 全新硬碟的部分 新增磁碟區這樣 OK那我們獲得一個1.81TB的Samsung硬碟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剛剛那個4.81GB的檔案 複製貼上 看看它的速度 400多咩 423 425 420 級 所以剛剛是硬碟的寫入 那現在我們來讀取看看 所以我們再把我們的硬碟和資料 再傳回電腦 所以我們把我們這個資料 直接複製貼上到桌面好了 看看我們的速度怎麼樣 哇塞 1.8 那什麼鬼 什麼鬼東西 我們再傳一次看看到底是多快 複製貼上 2GB What 它讀取速度怎麼那麼快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我們隨機寫入 就是我平常會傳的檔案 就是很多的影片照片 音檔之類的就是影音的素材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現在有一個848GB的資料夾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常的專案 那這整個裡面就是有很多影片啊 各種GoPro 攝影機拍攝的 相機手機拍攝的各種不同的檔案 那我們現在是400 848GB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複製貼上到我們的硬碟 看看我們的速度怎麼樣咧 R O 貼上 OK 所以我們寫入速度稍微慢了一點點 大概是400以內 接近400的速度 在傳輸我們的檔案 好那我們就讓它慢慢的傳 然後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可能它忽然掉速啊 或者是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就馬上跟大家說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工作管理員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硬碟呢 它的啟用時間 看起來沒有一直瘋狂的維持在一個100%狀態 然後沒有辦法跟上 看起來是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它的平均回應時間看起來也蠻OK的 就是不會到一個超級幾秒鐘這樣子 超級久的狀態 但看起來目前的寫入速度都是還蠻穩定的 就沒有說一個忽然大跳樓的狀態 我們再繼續慢慢觀察一下吧 OK 看起來我們800GB的檔案傳到最後 我們的速度還是維持在400mA左右 就看起來是一個還不錯的速度啦 就一直斜入 然後亂七八糟有大的檔案 小的檔案 竟然還可以一直維持在400mA的速度 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我們再繼續執行下一個測試吧 下一個測試 我們儘可能把我們的固態硬碟塞滿 然後留一小小空間來傳檔案 這就是來測試說 如果我們的檔案如果已經幾乎塞滿了 我們的速度到底會不會掉下來 因為我們不希望 如果你傳到快滿了 然後速度就整個大跳樓 我們希望我們速度會一直維持 盡可能的 就是到最後的1Mai 我們的速度可以維持一樣的速度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到底速度會不會掉下來咧 OK 那我們這個資料夾50GB 我們就給它複製 然後直接貼上到我們的硬碟裡 看看我們速度會不會大跳樓咧 咦 還是一樣維持400mA 這就很明顯的 我可以說這個硬碟是超讚的 就是我們可以從頭到尾 維持一樣的速度 不會說我們怎麼樣子 忽然就掉速之類的 OK 那我試著用電腦裡面的M.2 然後傳到我們的外接硬碟的M.2裡面 那整個速度飛快 幾乎是900mA的速度 你看 嗚呼 900mA 1GB的速度 900mA 接近1GB的速度 超嗨的 所以M.2傳的M.2還是比較快 因為我們剛剛傳的是SATA 所以這整個測試 我的重點不在於 它的速度到底是多快 我覺得穩定才是比較重要 就如果你一個穩定的 可能500mA好了 那跟一個你可以超高速1GB 然後2GB的傳輸速度 但是後來它又掉下來 那我覺得穩定會比較好 而不是說忽然一個爆衝的快速 到目前為止 單純的傳輸檔案都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順利 所以這個M.2 970 EVO Plus 我覺得是還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更深入了 來看看我可能 未來有可能使用的方式 就是我們把外接硬碟盒 接到電腦裡面 直接用電腦把檔案拖到剪輯軟體 然後來剪輯我們的影片 看看到底我們播放 還有我們滑動時間軸 到底會不會滑順呢 有沒有夠滑順 就是有沒有辦法 直接外接硬碟盒 然後透過Type-C Type-C的線 直接丟到剪輯軟體來處理影像 我們直接來試試看吧 好來到我們剪輯軟體 那我們這裡有三種不同的檔案編碼的方式 就是有H.264 H.265跟RAW檔 那全部都是4K 所以都是蠻大的檔案 那我們把我們的所有一個完整的片段 把它裁切 然後就是把它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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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這樣子然後把它接起來 那我們這是通常電腦會比較吃力 然後硬碟也比較吃力 因為它跳著讀取 就是跳著讀取 對沒錯跳著讀取 所以它通常如果比較爛的硬碟它就會比較吃力 那但是我們現在這一個 Samsung的硬碟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們播放整個是 就是這樣裁切斷斷斷斷斷 竟然H.264的這個H.264看起來是蠻順暢 然後我們看H.265的 也是頗順暢 我們這樣滑動我們的快速滑動我們的時間軸 超級順暢 超級順暢 好然後我們還有我們肉檔 這肉檔本來就是比較順暢 所以這裡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們來試著播放 那我剛剛播放的話 我們是大概四倍數是OK的 然後如果到八倍數就會有點卡卡的 但是卡卡的不是硬碟的問題 是我的GPU太爛了 所以是GPU已經bottleneck 那是怎麼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反正就是GPU太慢 硬碟已經比GPU還要快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超讚的 Samsung硬碟 就你不會被它限制啦 超讚 雖然這個Samsung SSD 不是什麼世界上最便宜的M.2硬碟 也不是世界上最快的M.2硬碟 但是以它的價錢跟它的性能 我覺得其實獲得一個很好的平衡啦 就不是一個天價 也不是一個超級慢的狀態 獲得一個平衡 就超讚的 而且頗穩定的經過我的測試啦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Samsung固態硬碟的 開箱 然後測試分享影片 當然請問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